好来看到多数场馆闭门超过三年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今年开始将有新的风貌 全区26栋建筑今年元旦除了将酿式级搬迁到第7栋活化 农历春节园区的第8栋也率先来结合阅读咖啡以及清食的餐饮空间开始营运 预计将在9月之前有艺文展演空间 特色餐饮品牌陆续进驻 主动来开馆来活化园区 层级多时多数场馆闭门超过三年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今年底前各场馆有望开门迎宾 为了让市集升级 今年元旦起将2013年开办的酿式级 转型搬迁到第7栋室内进驻 而成为米酒制造厂 后成为员工康乐中心的第8栋 则在今年春节初一率先以结合阅读咖啡和清食的乐见礼8号阅览室 为花创园区带来久违的第一个室内用餐阅读营运空间 其实成文创在今年开始我们会有03栋到09栋 而这第8栋是我们打开的第一个空间叫8号阅览室 然后是以乐见里8号阅览室这样的名字出发 园区大概已经关闭了将近三四年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打开的商业营运空间 但我们希望能够服务花莲在地的乡亲 采用山木打造的地板 书架及餐桌椅 由二手家具的在立用 在地手工登役 绿色直在的围绕 并以美好的生活体验作为选书主题 提供在地食材友善循环理念 春节式营运就吸引不少游客入座 成功为园区场馆活化注入强心针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除了提供简单的咖啡跟清食之外 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精选的好书 里面有8个面向 从清子类的包括像还有地方创生 工艺跟生活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是能够让大家来 花莲文创园区除了可以散步相聚 然后光市集之外 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坐下来 尽心看书跟享受美好生活体验的地方 文化部去年7月委托财团法人 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进驻 已于去年12月在地10栋 带来直径12米的半球形360度沉浸式空间 Future Vision Lab 由启程文创股份有限公司进驻营运的第三至第九栋 将在9月前陆续开启 成为优先照顾花莲人需求 同时满足有客认识花东特色的乐见礼 为花莲市打造第45个礼 这次长包业 黄连尸报导